在宣布推出主要面向视频游戏爱好者的Gayforce RTX 40 Super系列图形处理器后 英伟达公司股价上涨6.4% 收于522.53美元 创下历史最高收盘价 英伟达被视为人工智能计算所用处理器的领先供应商 其股价在2023年增长了两倍多 交易员在周一的交易中交换了价值超过320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 使其成为华尔街交易量最大的公司 英伟达的股票市值目前接近1.3万亿美元 英伟达股票的最新上涨 帮助推动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3.3% 能达成这样的成就 与英伟达在巩固数据中心芯片地位的同时 还在拓宽AI在更多领域的应用有关 在过去英伟达的主要VI芯片都是围绕招数据中心 因为其昂贵的服务器图形处理器对于训练 和部署生成是人工智能至关重要 现在英伟达正在发挥其在消费及GPU方面的优势 以实现所谓的本地人工智能 这些人工智能可以在家庭或办公室的个人电脑 或笔记本电脑上运行 英伟达周一发布了三款新显卡 RTX 4060 Super RTX 4070 T Super和RTX 4080 Super价格在599美元至999美元之间 这些卡具有额外的TensorCores旨在运行生成是人工智能应用 英伟达还将为红旗戴尔和联想等公司的笔记本电脑提供显卡 对英伟达企业GPU的需求导致了英伟达整体销售额的激增 其市场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 每个GPU的成本高达数万美元 并且通常配备有8个GPU一起工作的系统 长期以来 PCGPU一直是英伟达的主要产品 旨在运行视频游戏 但该公司表示 今年的显卡已经进行了改进 着眼于运行人工智能模型 而无需将信息发送回云端 新的消费级图形芯片将主要用于游戏 但仍然可以突破人工智能应用 例如 英伟达表示RTX 4080 Super生成 AI视频的速度比上一代型号快150% 其他软件改进 将使大型语言模型处理速度提高5倍 近些年 风投最近的科技巨头 当属黄仁勋的英伟达帝国 十年间 英伟达的股价暴涨120倍 2023年 英伟达利润更是暴涨8倍 它的显卡被称为核弹 疑惑难求 限制它扩张欲望的 只有产能 Chic GPT横空出世 引发AI革命后 英伟达更是抢占了 当前风口最盛的新型行业 AI芯片的60%份额 华尔街分析师表示 全球巨头正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启战争 英伟达是唯一的军火商 不管谁赢 背后的英伟达都赢麻了 然而 英伟达手中的核弹开始冒烟了 2024年1月7日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布报道 英伟达的阉割版芯片 正在遭到中国用户抵制 去年10月 美国发布了对华AI芯片禁令 英伟达快速推出了新的阉割版芯片 试图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芯片市场 继续保持垄断 新芯片叫RTX4090D D代表Dragon 象征中国的2024龙年 目前旨在中国大陆销售 据估算 这款新芯片比RTX4090的性能 低了5%左右 然而 据报道 中国客户对这款芯片十分冷漠 阿里和腾讯向英伟达表示 他们今年订购的芯片 远远低于原计划 中国买家担心 由于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和性能限制 英伟达将随时可能断供 华尔街日报把目标对准了 华为等中国本土企业 他们认为 英伟达的订单 正在大量被华为抢走 黄仁勋也承认 华为是英伟达的强劲对手 种下一棵树 最好的时机是10年前 2012年 正是AI布局之年 被誉为机器学习之父的 华人工程师吴恩达 带着谷歌团队推出了他们的深度学习网络 谷歌猫 他们用1000台计算机 16000枚CPU芯片做了一个猫脸识别系统 为给了AI几百万张猫脸照片 教会AI识别猫咪 达到了74.8%的准确率 11年后 毁灭了无数美工妹子饭碗的OpenAI 正是这些萌萌哒的猫咪 AI的革命时代 开始埋下伏笔 作为前浪的谷歌 谷歌很快被拍死在了沙滩上 几个月后 深度学习大神 Hinton带着他的两个弟子 把准确率提高到了84% 顺手柄谷歌猫给卖掉了 新团队最厉害的地方是 他们只用了4颗英伟达GIFORCE GTX 580芯片 4颗英伟达GPU 战胜了16000枚CPU 取得了碾压式胜利 谷歌看不懂 却深受震撼 于是巨资收购了Hinton团队 然后向英伟达大肆扫货 同样出手的科技巨头 还有微软 亚马逊 Facebook 巨头们开启了AI的军备竞赛 疯狂采购囤积英伟达的武器 一直到10年后 终于图穷比键 互相开火 他们采购的武器是GPU 是AI时代的基础设施 他们的供货商是英伟达 一个诞生于1993年 从做游戏显卡起家的芯片巨头 最终是游戏玩家 撑起了AI时代的心亡 而那些看不起游戏 是为洪水猛兽的一老一少们 理解不了发生的一切 他们将在未来付出代价 AI正在快速抢走他们的工作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10年前 其次是现在 我们就来聊AI时代的种子 英伟达 还有它的创始人黄仁勋 传闻中的显卡疯子 两弹元勋 AI狂人 1963年 黄仁勋出生于台湾 家里的祖籍是浙江青田 父亲是化学工程师 母亲是小学老师 这个配置的华人家庭 都有娘胎里带着的卷娃狂热 他们想把孩子培养成做提家 黄仁勋他爹老黄爱折腾 早早把家搬到了泰国开化工厂 那时的泰国还是亚洲四小虎 但正处于军政府领袖他农的统治下 在曼谷街头 学生们成天游行 和军警们用石块和水枪亲密交流 老黄觉得这么下去 孩子当不了做提家 决定移民到美国 他和媳妇戳不开身 就求助在美国的大舅子给两个孩子安排学校 大舅子是个奇葩和非常勿扰里的可忧一样 在美国多年还是说不好英语 在黄页上一通乱翻 挑全美最便宜的学费 终于找到了一家肯塔基的学校 美国最便宜的学校 听起来就不是什么靠谱或色 肯塔基又是著名的乡巴老地区 当地人认识的英语单词 和咱们的四级词汇量差不多 这学校就是一个美式少馆所 里面都是社会底层送来的问题孩子 还不如曼谷 在肯塔基少馆所 小黄的第一个社友是个17岁的吸毒少年 很快 小黄和他哥学会了在美国的生存第一课 给大哥扫厕所做饭 带写作业 成天忙得不亦乐乎 大哥也很讲义气 把自己的技能倾囊相受 抽烟翻墙 爬树偷窃 对女生吹口哨 老黄要知道这些 估计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但黄仁勋却对这段人生十分怀念 认为是他人生最好的老师 和硅谷常见的白人梦想家 与华人做题家不同 他早早的理解了社会底层的生存之道 那些华人父母永远不会教授 坏孩子却必须掌握的一切生存技能 比如为了生活 去说谎 去察言观色 去直面事实 去挑战道德 去扭曲现实 去支配他人 还有 如果身处地域般的处境 要学会暂时低头隐忍 更要学会调皮和嬉闹 像一只看似会被压弯 却总是能反弹的树枝 这在心理学里 被称为黑色生命力 几年之后 小黄的爸妈终于来到美国 把已经是坏孩子的黄仁勋 从少管所里拉了出来 回到了做题家的轨道 进入俄亥冈的一所好学校后 小黄很快发挥了华人天赋 学习上成了学霸 体育上成了乒乓球高手 15岁时 他拿到了全美乒乓球公开赛的双打季军 此后小黄变成了大黄 进入了俄勒冈州立大学 学习电子工程 1984年 他本科毕业 加入了芯片公司AMD 随后又在斯坦福读了硕士 就这一年 柳传志创办了联想 而世界上最牛逼的半导体公司是Intel 凭着286芯片横扫世界 并给这个行业留下来一句话 芯片性能进步的内核关键三要素 是工艺 工艺和工艺 1992年的一天 他的两个好朋友来找他 说已经厌倦了无聊透顶的工作 想出来创业 你来当我们的CEO吧 然而未来一片茫然 他们梳理了市场需求 发现大企业都做很好 看不到任何市场机会 突然有一天 大黄想通了 对兄弟们说 现在电视这么繁荣 明星这么赚钱 可是娱乐的尽头明明是游戏啊 要知道90年代初 家用电脑刚刚在美国普及没多久 瞄准家用电脑的游戏行业也才刚刚起步 不过那个时代的电脑游戏功能很差 基本上只能玩一些横轴或者纵轴的简单游戏 用三体的话说 还处于二维世界 从二维世界升级到三维世界 这就是市场机会 大黄他们决定出手解决电脑游戏的画面问题 孝顺的大黄给妈妈打电话 妈 我要当老板了 妈妈说 你要做什么啊 大黄说 我要在个人电脑上做一流的游戏显卡 让大家都可以开心玩游戏 妈妈沉默了半天说 孩子 你还是找个有医疗保险的正经工作吧 玩游戏 怎么看都是坏孩子的人生需求 可是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坏孩子 1993年 一款叫德军总部3D的游戏出现 在那个横轴纵轴小游戏 占据主流的时代 搞出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 玩家的视角可以通过移动鼠标而切换 尽管这款游戏 只能算一种欺骗眼睛的假3D类似于绘画中的透视法 但它的火爆却昭示着未来游戏的大方向3D 全新的广阔的市场需求出现在了眼前 1995年 英伟达开发了第一款产品NVE 和当时的巨头游戏公司释迦合作开发电脑游戏 然而 由于压注在错误的技术方向 NVE1号进了公司最早的投资 为了生存 公司从100多人裁员到30多人 只有30天破产 成为了黄仁勋的口头禅 随后 大批的创业者进入图像加速卡行业 带来了游戏业的繁荣 红色警戒 星际争霸 反恐精英 仙剑奇侠传 成为了游戏厅和网吧的风景线 带给了80后抹不去的人生记忆 也让当时的家长操碎了心 这时 英伟达遇到了危机 1995年 微软出手 在Windows推出DireCDX加速工具 把游戏开发者收入它的开发生态 那一年的大黄已经明白软件生态有多重要 坚持要推出自己的开发工具 结果自然是生意举步维艰 看到公司再次陷入危机 大黄叹了口气 打不过只能加入 于是进入微软旗下 然而 这个屈辱像一颗种子 埋在了心里 这时 行业在疯狂内卷 到了1995年 全世界活跃着超过90家显卡公司 动不动就在破产 英伟达开始豪赌RIVA128 当时最快的图形加速卡 并且采用了冒险的设计 1997年秋天 RIVA成为市场上第一颗 同时可以处理2D 3D和视频加速的芯片 凭借着一战式处理 抓住了消费痛点 占领了市场 1999年1月 英伟达上市 童年公司发布了 世界上第一款GBU GIFORCE256 通过DIRCTX 集成了游戏开发生态的微软 正在和英伟达合作XBOX 赚得盆满钵满 这时大黄开始觉得不甘心 他不想一直在微软生态里打工 要知道 这些年英伟达拼尽全力 也不过在市场上赚到十多亿美金 背后则是一江工程万股窟 100家图形加速卡公司破产 然而微软 仅仅推出了一个DRECTX的开发套件 就吸引了大量游戏开发者 创建了一整套生态 轻轻松松也赚到超过10亿美金 可见生态才是产业链的顶端 获得最深的护城河 在这个生态中 参与分工的英伟达只能喝汤 而作为规则制定者的微软 则吃掉了所有的好肉 大黄心中的坏孩子觉醒了 被微软收编的屈辱开始反弹 他决心创建起属于英伟达的真正生态 这一年 联想刚开除了尼光南 从技工贸转型为贸工技 为自己能成为高大上有派头的国际化企业 在全球分工里分到一点残羹剩饭而沾沾自喜 尽管他们比英伟达早成立了整整八年 汉卡也开发了十多年 1999年的电脑报发起了十问联想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不想着拿冠军的职业选手不是好玩家 中国老百姓其实骨子里没那么仇富 他们反感的是 从耶稣到保总 一百多年来 他们只想占领黄河路 却从不想占领硅谷和华尔街 没有一点群雄逐鹿 争霸天下的野心 没有一点吞吐全球市场的硬派枭雄气势 只想拉满派头 噱头和苗头 窝在家里收割普通人 然后岁月静好 去享受花花 世界鸳鸯蝴蝶 只有向下赚钱的本事 就永远不会成为被尊重的企业家 英伟达后来被游戏玩家成为核弹工厂 计算机领域有句话 英特尔创造的 很快会被微软花光 意思是 硬件性能的大幅度提升所带来的空间 很快就会被软件的需求消耗掉 硬件工程师们辛辛苦苦 花费亿万带来的工业升级 程序员们只需要加一行代码就可以榨干 事实上 大多数大型游戏由于硬件水平不够 玩家都要调低画质 以保证游戏运行流畅 比如微软力推的帝国时代三 因为对硬件要求太高 成为了一款市场失败的产品 各种游戏的巨大需求 像熊熊火焰 燃烧着步履蹒跚的显卡 英伟达也不例外 早年的GTX590显卡因为超频使用 导致电路不堪重负 发热严重 甚至出现过直接烧毁的事故 于是英伟达的显卡被细成为战术核弹 并最终出圈 最可笑的是 连某电视台也中了招 在节目中大言不惭 一发690战术和显卡 就能摧毁一个航母战斗群 这就有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作为虚拟世界的游戏 比起现实世界来 对芯片性能改善的需求 要大很多 在芯片的现实需求面临饱和时 游戏领域却不断出现新的需求 带动了新的发展 导致的结果是 GPU厂商必须以更高的速度来发展 才能勉强跟上游戏的步伐 它们比其他领域的芯片厂商发展更快 游戏的发展不断倒逼芯片升级 英伟达在游戏领域的疯狂竞争和互卷 最终把自己卷到了出圈 甚至对英特尔都产生了威胁 英特尔满足了几乎所有的现实需求 地位看似牢不可破 只有从虚拟世界出发才有机会 这里有着人类在现实中没有了更丰富的需求 在文艺复兴时 达芬奇创造了绘画中的透视法 把绘画引入了三维世界 也让画家从工匠正式变成了艺术家 他把宗教绘画中面目模糊的圣像 变成了血肉丰富 仿佛可以对话的人 在达芬奇的理论中 人对三维物体的感知不是通过边界 而是通过材质 质量 光线 体积和内部结构来感知 而游戏玩家对游戏画质的追求 让芯片和算法不断地进军人类的感知领域 包括对材质 光线 质量 结构的模拟 而追踪人类的感知 带来的可能是无限的 最终可以蔓延到各个领域的需求中去 3D图形不仅关系下一次游戏变革 也会带来新的曙光 打破次元之壁 从游戏世界图围 入侵好孩子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现实世界 比如医学界在渴望肿瘤成像 三维的材质和结构 才能从天子中能看到病理 延长人类的生命 而把扎克伯克忽悠全了的虚拟现实元宇宙 在花了460亿美元后 看起来竟然还不如游戏玩家早已熟悉的 虚拟人生和我的世界 3D游戏对计算产生了巨大需求 带动了新一代芯片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芯片 比如英特尔的CPU特点是通用计算 什么都会 能够处理复杂问题 但是处理一个问题时 达到的深度却不够 而英伟达的GPU 虽然没有CPU那么擅长处理综合问题 但是靠着并行计算 处理简单重复的问题 却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深度够了 再向通用方向发展 在某些领域里 可能达到的上限就更高 多内核系统 可以有效的处理大块数据了 不论机器学习 物理引擎还是各种算法都能胜任 游戏领域的芯片 正在快速进化迭代 此时已有很多人敏锐的发现 在其他领域 游戏芯片出现了破壁的机会 黄仁勋嗅到了这个机会 他也不只想做一个游戏显卡公司 他想成为下一个英特尔 英特尔掌控了最全面的供应链 和方案商生态 凭借着和微软的开发生态联盟 牢牢抓住了掌控着企业 工业和消费的几乎所有市场份额 芯片一度达到了80%的毛利 2007年 英伟达发布了新一代编译和开发工具 CUB-A 满足了不同类型的开发者的不同需求 也是GBO真正走向通用计算的利器 大部分投资者们并不买账 在他们的眼中 这就是一家游戏硬件公司 近在瞎折腾 在破产边缘搞事情 英伟达的尝试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在科学模型计算中 GBO的表现开始超过英特尔 然而学术界外一片唱拴声 GBO缺乏应用场景 而英伟达正在为自己的雄心付出代价 多年来的通用芯片之路 耗尽了英伟达的力量 显卡销售业务连续下降 而老对手AMD正在高歌猛进 不断抢夺游戏行业的市场份额 终于在AI领域机会出现了 GPU的多内核系统 意味着它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大量的数据 包括了机器学习 物理 引擎和各种算法 2012年 AI出现了重大进步 英伟达的GBO被疯狂抢购 CUDA则成为深度学习的护城河 冲出游戏世界的英伟达 向现实张开了大口 2015年 从事推荐算法 搜索图像识别 和深度学习应用研究的互联网公司 开始被纳入英伟达生态 2016年 自动驾驶行业兴起 英伟达的嵌入式芯片 Jackson Family开始畅销 2019年 英伟达进军ARM服务器行业 2021年 英伟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芯片公司 长期被中国家长们视为洪水猛兽的游戏行业 终于破壁 养出了一头可怕的巨兽 开始降位打击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商业竞争 那么英伟达已经创建了巨大的优势 甚至可能凭借着生态威的垄断 封杀所有竞争对手 就像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 在PC领域已经很难动摇 然而 这一次美国给中国人送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中国家长们的围追堵截 以及相关机构各种不合理的要求 虽然不会真的消灭游戏行业 却可能扼杀一个苗头中的科技巨头 那么对美国来说 政治上的围追堵截 不合理的监管 也并不能真的消灭中国人发展AI的野心 反而让一个创建了巨大优势科技巨头 在护城河上出现了裂缝 雷蒙多门的封锁和围堵 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对断供的担忧 迫使中国互联网巨头 不得不考虑Plan B 也就是华为的升腾集群 而在中国市场被阉割的英伟达芯片 也让目前生态还十分薄弱的中国企业 看到了追赶的机会 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阿里 腾讯 百度和字节 正在把部分订单转向华为 Trendforce分析师认为 中国云计算公司目前80%的高端芯片来自英伟达 未来五年可能会降到50%到60% 黄仁勋不是暴雪 他能看到问题所在 却无力抵抗日益极化的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 不可否认 英伟达是一家卓越的企业 黄仁勋也堪称商业传奇 这样的对手值得尊敬和学习 尊重的最高境界就是去挑战他 任正非说 不像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 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黄仁勋身上结合了美式野心勃勃的梦想家 和华人坚韧不绝的作题家 我们希望华为能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成功之道 千军万马对准同一个城墙口冲锋 不惜一切代价去打开 一旦打开这个缺口 整座城都是你的 我们更希望中国更多的企业 能补上我们在精神上急需 却长久以来严重缺乏的一刻 永远不放弃梦想 永远不放弃野心 永远不干预人下 这次比较更多的企业